大家好 抱歉占用了大家宝贵的公共资源 对于之前我出轨 约炮 操粉 知人流产等一系列的行为 本人感到非常抱歉 并不对此行为做出任何的解释 没想到自己恶劣的行径 造成了如此大的社会影响 非常对不起 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决定无限期退往 谢谢大家曾经对我的关注 对不起 诶我怀疑吧 这个时候有人就要把上香 打在弹幕上了 Stop OK 刚才给你们演示了一下 各种男网红 男明星 男企业家 等丁仓男人的自我毁灭之路 如果一个男人 事业有成家庭和睦 不沾黄孤独 基本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毁灭他 只有一件事可以毁灭他 被鸡鸡这个宿主 无情之配 做出了有备于社会伦理 甚至有备于他自己道德标准的错误 从此纵上了人生毁灭的道路 我们隔三差五在热搜上 看到各种大脑被曝光 身居高位的他们 能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吗 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呀 国学大师纪仙林老先生 在清华元日记里面写道 所谓看女子篮球者 实在就是去看大腿 说真的不然的话 谁还去看呢 Sam 就像我在之前全网报告的视频里说过的那样 男人 这是积极的宿主 任谁都是逃脱不掉的 那么被宿主支配的命运就没有解法了吗 我们男人就注定要被这个逼宰之牵绊一生了吗 虽然是男生必看 但我知道这种题材全TM是女生在看 I know you OK 那我会让广告的女性朋友们知道 男人想要控制好自己的好兄弟有多么的困难 我要从三个维度讲述这位好兄弟的威力 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向你们展示一下大脑思考 这种女生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 对男人来说到底有多么的困难 这个视频对你们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堂课 没人跟你们上过啊 把全文背锁果打在大墨上 志燕老师大讲堂又要开课 第一 在时间和场景上他根本就不受控制 很少有女生知道 这位兄弟什么时候会stead up 大部分女生都以为男生是看到了性感的图片或者视频 才会stead up 但其实并不是 OK 任何时候 也许男生在上网课 在看书 看到很正常的词 好比说 进来了 瞬间偷起他的无限沙角 然后就 你坐下 快坐下 Sit down 晚上睡前 早上起床 累了躺在沙发上 坐功能车在打瞌睡 也不流神 你怎么用 I sit down right now 坐下 听话 真的太烦了 什么是好兄弟 这就是好兄弟 无论你需要不需要 他随时他妈的都挺身而出 请把好兄弟打在公屏上 第二 一旦这个货挺身而出 男人在行为上就完全无法控制他 引用日本知名作家杜边淳音 在男人这东西 这本书里自爆了一段经历 一次他正在查字典 突然看到一个词 大腿中间就像被什么东西弹了一下似的 他很慌了又惬意 当时他心想 老可以这样 Sit down 但他越这样想越是停不下手中的针线活 等到回过时来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完事了 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第三最根本的 就是他在DNA上已经写好了 无法改变 C这就是男人 这种本能是写在基因里的 任谁都无法改变 大家把男人称为什么小奶狗啊小狼狗啊老狗逼 是完全正确的 同意我说的 请把颜值早早打在弹幕上 不同意我说的 请把放屁打在弹幕上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肯定觉得我是在放屁 OK 但是男人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 自己是不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琢磨这事儿 当我来学习考试工作而最最可怕的是 等你功成名就的时候再琢磨这事儿 那真的就是 钱赚了 结果到头因为违法犯罪 人进脑里去了 老婆孩子带着钱跟别人过 那就悲剧了 所以越早正确应对这种原始冲动 越早可以迈入人生成功的道路 葵花宝典就明确揭设了这个道理 欲练子宫必先自宫 这就是为了集中精神练大招 所以我们需要在精神层面上间歇性自宫 从而达到人生的成功 赤燕老师在这里说的是精神自宫 不是让你不举 而是让你去除杂志 看清本质 举个例子 就好比我这腿 是一条好腿 但就是因为腿毛太多 而让人看不清他没腿的本质 那么这些毛 就像我们脑中上万个扰乱自己的思绪 就要用到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去除它们 在这里我就要推荐 是不是以为我要掐发了 别紧张我不掐发 我在这里要推荐的是男性思维二分法 帮你理清自己思绪的一套思维工具 教你如何把思维上的杂毛去除干净 真不掐发 优来的蓝宝石冰点脱毛 也连续四年销量 你音响也推荐过 相当的靠谱 第四代升级技术 让脱毛的效果显著 用了三周摸自己的时候 就像在爱抚希腊女生性感的后背 终于回到了婴儿一般的感觉 不是刚才说好了不掐发吗 怎么突然又掐发了呢 男人就是这样百变的一种生物 这样方便姐妹们理解男人 男生必考我怎么可能不掐发 我是疯了吗 男人不拍 来我先说一下男生思考二分法如何操作 首先想象自己在你的腰部中间画一条线 以肚脐眼为分界线 然后开始思考最先让你十分上头的那辣的女孩 这个时候你可以大致分辨出 自己在用腰部以上思考 还是腰部以下思考 腰以下是宿主思考 腰部以上是本体思考 有些时候反复横跳 这个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到 自己到底是不是被宿主给支配了 你觉得自己真的好喜欢他 对这个女人日思夜想快要抓狂 当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的时候 兄弟可能就要挺身而出了 这个时候试着把你的思维网上走 跨过了腰线的瞬间你就立刻关闭宿主 让大脑开机工作 冷静下来 你发现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喜欢他 你只是想跟他共赴无善 云语一番 这个时候你就去除了思维上的杂志 发现了事物的本质 二分法就是这么简单 就像优纳克的蓝宝石平面出光口 光能直接作用于毛囊根部 持久移植毛发再生 效果提升30%到40% 思想上的杂志 誓言除 身体上的杂麻 又赖你除 所以学会让自己的思维在腰间 上下翻飞的思考 你就会立刻明白 刚才你到底被谁支配了 你做的决定真的是你做的吗 女孩子们是不是看呆了 因为你们这辈子都体会不到 两个脑子一起思考的巨大痛苦 二分法 其实不仅男人可用 女生更可用 注意 落好笔记 当你和男朋友独处的时候 在他的腰间用笔画一条线 但不告诉他你要干嘛 画完之后你再问他说 你当你喜欢人家哪里呀 这个时候你就听他的答案 如果你感觉他的答案是宿主回答的 就在腰下面打一个高 如果感觉是本体回答的 就在腰上面打一个高 我就不知道多少女生的男朋友啊 下半身都要被记号比凸黑了 本人认为最好的答案是上面一半下面一半 说明你对他既有颜值和身材的性吸引力 也有聪慧的头脑吸引力 之后你再告诉他为何要这么做 交流彼此的想法 深入彼此的灵魂 不仅不会刺伤他的自尊 他还觉得你有趣又可爱 就像咱们的皮肤 焦焦嫩嫩嫩 普通的脱毛衣使用起来 着痛感强烈 但优来着全球国家专利的 蓝宝石冰点技术 可以降低皮肤表面温度至10度 让你在家也能享受到医美同款冰点脱毛 好比用我的二分法去了解男生 不仅不会刺痛他的内心 你还能感受到他和宿主共生那种奇怪的 蒙点 这种方法 男生还可以用在任何大事情的决策上 你要套妞 还是要学习工作 你要犯错 还是更看重名誉 用头脑思考的男人才是高级男人 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 都是野猪肿马 曾经我和一个女生约会 电影结束之后呢 她就对我产生了好感 我当时觉得特别奇怪 因为全程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交流 好感从何而来呢 结果她说因为我很认真的在看电影 而不是对她眉来眼去动手动脚 我心想就这就动心了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啊 当今这个社会的男人们 到底堕落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男人们跟女孩子们说话的时候 我求求你们 出发点不要总是照顾你的宿主 让大脑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网上还有很多男的 就喜欢给女生发宿主的照片 我一个人要穷到什么地步 才能给别人看自己的宿主呢 你咋不给别人看你的银行卡 余额的一个玩多玩样啊 这种行为 就是鸡鸡成精了 出来吓人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告进女孩子们 不要在交友软件上结识男人 大概率都是鸡精 男人用下半身思考呢 是一个造物主的巧妙安排 我们只有对抗这种安排 用大脑思考才能获得成功 抑制自己原始冲动的能力有多强 关上房门扔别人的时候才会显得更帅 这就像精卵结合的攻防大战一样 卵子静静而优雅的守候着 数以一级的精子们冲锋陷阵 发起猛攻 只有最猛的那个才可以冲破细胞膜 进入天堂 因为卵子只会接受最优秀的那个 其实这就是性的原点 也是男女思考方式不同的原点 独自灿烂的女性们走上世界的舞台开始绽放 会鼓舞更多的女人站出来开始做自己 但是整个文化的惯性让他们以为自己还需要恋爱 需要结婚需要男人 其实他们完全不需要 只有几场后的人发现了这一点而已 中国女性贡献GDP占41% 全球排名第一 这说明中国女性能仰慕的男性越来越少 而女性爱情的发生又基于仰慕 这就不得不逼着我们男人必须先学会抑制自己的原始冲动 先有实力再谈爱情 最近有无数的人在讲上海民渊群的那个事情是一个热点 一大批男性开始炉内高潮 无边界的羞辱爱发自拍的爱美的女性 内心的中国原因还是得不掉就毁到的逻辑 只是这次事件给了太多人借口而已 女人的现实和物质 只是针对野猪和种马的借口 拒绝他们用这个理由再适合不过了 他们遇到爱情那种如痴如醉的模样 野猪种马是见不到的 男人们 我们要避免一切社会中阻碍爱情发生的因素 钱车房 这些东西相对于爱情来说比较容易得到 爱情不能为物质让不安 千金不移的爱是珍贵 但前提是你有千金散金还复来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一定是长期用大脑思考赋予的 保持大脑思考 避免被宿主控制 才能在未来的岁月里保持事业稳定的上升 精神自公 人生成功 用好思维二分法 去独自 不对 高 骚了 ة 快 继续 都 无恨 无恨 无恨